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许多的产业都面临到危机 而对于社福团体而言 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母亲节即将到来 唐氏镇基金会和高点业者 超商等企业合作 邀请民众一起来响应 认捐蛋糕活动 这次活动呢 还邀请到本土巨女星 陈子玄来担任爱心大使 希望一起来帮助弱势家庭 欢度节日 她会跟我说妈咪我爱你啊 或者是对我就听得懂我的指令 叫我家笑笑 她就会笑笑 其实我就会很开心 身为迟缓儿妈妈的 八点档女星陈子玄戴起手套 与唐宝宝跟妈妈们 大伙发挥巧思 将巧克力水果等等 装饰在爱心蛋糕上面 希望大家踊跃支持 捐蛋糕送爱心给弱势家庭 刚刚其实我在后面 就一度就很想哭 因为那个馒头就是那个妹妹 她自己一个人就是在跳舞 跳一首童谣吧 应该是童谣对不对 然后跳了跳了跳 她就落泪了 就是好像是她终于完成了 这件事情 然后她很开心 然后我看到妈妈眼光就泛泪 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 然后自己其实心里就很感动 其实她们都做得到 帮助唐宝宝的唐室证基金会 跟一支轩全家便利商店等等企业 共同发起母亲节蛋糕送爱活动 至今已经迈入第四年 不过今年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很多人减少出门购物频率 社服捐款也面临大幅下滑危机 NPO受伤非常的惨重 我们的Q工厂几乎现在没有办法生产 就算生产也没有办法来买 所以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的 包括网络 包括透过很多的一些宣传 希望大众也能够在疫情的当下 也来关注一下 从即日起到4月24号 不论是健康美味的坚果可可 卤若跟草莓奶油蛋糕 都欢迎民众认购 除了能帮助身心障碍跟弱势家庭 也为所有伟大的母亲们 献上感恩与祝福